第四百八十八集 2千5百萬 嘩 這個時候 這一刻喊價不得了 他就覺得 現場的個個跟他作對一樣 就是要浪假 接著 他喊完價 後面就有人喊價 2千6百萬 3千萬 3千5百萬 3千8百萬 嘩 現場都瘋了 很快脆 他已經把火運的價錢推到4千5百萬 很多有錢人都好 都開始肅沙 多有錢都好 都沒理由不用 有些人是有幾百億的身家 但買一件股東去到5千萬 都頗要命的 就算你是過億身家 或者是十幾二十億 一百億 都開始肅沙 那王虎就開始了 6千萬 葉謙馬上噗一聲 本來在喝水 噴到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人轉頭就說 你這個人搞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葉謙這樣的表現 和國庫他沒有任何懷疑 他理所當然地以為 葉謙是被6千萬這個間嚇到 其實葉謙是覺得 很可憐 你的死王虎 真是狼死 不過那些錢不是他的 所以他不斷叫 其實現在5千5百都可以拍下來 一定要多給我五百 那王虎真是沒說錯 他手下那幫人 真是挺懂事 不過就算怎樣也好 已經浪墮價這麼高 應該沒有人夠膽再叫 就算了 馮國庫雖然有心 但是此時都沒有財力了 還有什麼料啊 你這傻傻來 你這傻傻來 6千萬買什麼 挑拿成啊 既然拍不到火運 馮國福就認為 沒什麼必要再留下了 然後就走了 那葉謙就看一看問遺文 示意他剛才拍得的火運 是自己有 起來就追他出去 至於那位蜜主見面的事呢 Jack欣交代好 和墨龍自己過去 是關乎墨者行會的事 葉謙就無謂參與了 墨者行會的事 是墨龍的私事 葉謙從來都不插手 除非墨龍有需要幫忙 不過照現在的情況 似乎不需要 葉謙就追出去找馮國虎 馮老闆 馮老闆 你上次說的是不是真的 你幹什麼啊 即等我跟你 哦 你打人 行了 隨便 我剪片 過幾天 我要過去GD 你有興趣的 過來GD再找我 好啊 多謝馮老闆 多謝馮老闆 還有 他呢 哦 哦 行了 沒問題 我有事做 今晚打給你 到時你上酒店房 沖乾淨涼 好好好 多謝老闆 多謝老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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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婦 就繼續拋生吐 熊國福點點頭 拔著他上車 今晚表現得好些 知不知 哼 這傢伙 我又不信你不落答 你真是衰的 將人家 送給其他的男人 你不是好癢嗎 今晚出力點 拍得精彩點 知道了 巴寶不會令你失望 目送著馮國富離開 葉軒 就帶來邪邪的笑容 他回去 拍賣會場 打算找敏維文 但是他呢 就出來 見到葉軒 敏維文立即一迎上去 就說 葉先生 拍下火運的人 行 一定 我的人來的 那葉先生 七絕的事 哼 答應得你 一定做到 放心 我把血浪交給你 希望你可以外護他 如果他有什麼意外 到時不要怪我不客氣 葉先生你放心 如果七絕有什麼破損 我拿一條命賠給你 其實葉軒也是提醒的 他相信敏維文很愛惜血浪 那敏維文千恩萬謝之後 急不及待 就上車回家 葉軒打算走的 看到Jack和麥龍王虎出來 怎麼樣 看不見到那個賣家 沒有啊 他好像知道我們調查他似的 他等了那麼多年 不爭再等多一會 我相信 只要我們有心等 一定可以找到 麥者行會的消息 是 我知道的 多謝大哥 怎麼樣 今天拍賣 很過癮吧 王虎吧 唉 過癮也是 原來賺錢賺出來 這麼爽 你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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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何包大出血了 行了 六千萬了 混蛋 哼 說笑而已 今天你做得很好 要不要幫我做一件事 補多著數 啊 二少爺有什麼 儘管分敷 敷湯到火 助手不辭 沒那麼大謊 准功你 有沒有玩過女兒 蛤 二少爺 你…你…你…你問這些做什麼 挑拿勝利 不要亂想事 我弄一件後花給你 想不想爽 說笑而已 二少爺 學生啊 當然是真的啦 大學生 成年了 今晚你在酒店裡等我 我帶你上去 不過到時我出力一點 不要失禮我們 嘩 啊 二哥啊 我為什麼覺得你現在 整個扯鼻條 我扯你老尾 今晚你扯旗是真的 你不要扯不起 到時你搞定了校花 之後不會虧待你 知道嗎 本作品由 鴻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 007 米少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 下一集 第四百八十九集 二少爺 你放心 今晚我弄一顆藥 是補健品來的 唉 保證呢 等你校花 知道什麼叫女人的快樂 進去 都沒用 還要拋藥 行了行了 就這樣 我還要去接我女兒放學 這樣 記住啊 今晚搞這件事 如果搞窩了 頭也會掉進來了 唉 放心 保證兔兔兔 跟你就沒錯 有得吃 有得喝 有得玩 還有校花玩 正呀 或者叶謙已經不記得是哪個年輕人 但是那個年輕人記得是叶謙 那個年輕人就是周遠 叶謙做保安的時候 跟著趙鐵柱他們吃燒烤就是他 在趙鐵柱手下虧過大底幾乎死了 不過經過那件事 周遠就明白社會實力和關係代表著一切 他讀書本來都差 想著靠讀書出人頭地更加沒有機會 也沒有什麼技術 只有一腔熱血和敢於拼搏的心 於是他投靠李東 後來李東跟了王虎賺食 自然就大家過底跟王虎 再之後葉謙就一統S 把原本青幫洪門全部給王虎打理 他都由原先一個普通古惑仔 變成一隻小頭目 現在他都帶著百多條男子 去到哪裏只要聽到是王虎的人 誰敢辱他 而且他看幾個場 有誰不是說原哥 他就明白什麼叫大佬了 360行是行行出狀元 今天王虎講得很明白 只要出色地幫葉謙完成這件事 那麼他大話機會上位 對周遠來說 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離開拍馬會之後 葉謙就去學校接葉林 接著接我回家 那晚飯繼續是葉謙親自炮製 但是那個小女孩都在旁邊幫忙 很乖巧的 確實啦 葉林真的很聰明 很多人喜歡 葉謙甚至夠膽斷定 只要那個小女孩有些韌性 將來一定是了不起的一方人物 吃完晚飯 葉謙又開始教那個小女孩做作業 雖然都沒讀完初中 但是教個幼稚園小朋友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小女孩的表現就令到葉謙很吃驚 她做功課很快 好像不用想的那樣 而且葉謙還看到那個小女孩 時不時會問一個問題 有到葉謙答不出 最後葉謙果斷地放棄自己的指導工作 只是陪那個小女孩一起看著她做作業 很快去到晚上七點多 林悠悠都下班回來了 葉謙跟她說幾句笑笑話 然後才開車趕過去 馮國庫港的那間酒店 那麼美女看到葉謙跟林悠悠的樣子 又是一臉壞笑 有到原本就有些不好意思的林悠悠 而得找孔娟 今天在公司 有很多異樣的目光看著她 從女仔變成女人 質地飛躍 整個人都會光彩奪目 有經驗的女同時機 有眼看得出 去到酒店門口 周圓已經在等著 一身不停的西裝 頭髮都納到納納靈 葉謙也承認 其實 周圓她都頗適合做小白臉 這麼帥 看到葉謙 周圓馬上過去 就幫葉謙開車門 二少爺 怎樣? 養精速養沒有? 放心吧 我今早拍了五隻生雞蛋 好運氣 哼 生雞蛋有沒有效果 二少爺你不知道嗎? 你回去試一下 真的發發聲 行了 生雞蛋細菌很多 我不想這麼早死 不怕的二少爺 你去合馬買 有些可食用的生雞蛋 走吧 在酒店房 校花已經急不及待 早就已經沖乾淨涼瓶乾水 還噴上香水 只是換了一件吊帶睡衣 五十萬 她自己又舒服 又有五十萬袋 求之不得 她才不管那個馮國庫 找多少女兒 也不管她到底打什麼鬼主意 只要最終有錢落袋就行了 馮國庫在外面找其他女兒玩 她也可以找其他兒子玩 大家都沒有吃虧 這間酒店房 所有報紙都搞定了 幾個攝像對著床 馮國庫就是想拍下一些相片 和片 然後就捉葉謙黃腳雞 或者直接寄給林悠悠 趁她傷心 她說情虛如入 這樣就可以手到拿來 想到這裡 馮國庫都忍不住 嘻嘻聲地笑我出來 她覺得自己 真是相當之邪默 好聰明啊 這個馮國庫其實就是在隔離房 看著那個螢幕 從來都沒有人可以飛出我馮國庫的五指山 嘻嘻 葉謙瞎門 跟著人開了門 然後就有人影跑過來 一下子就抱得葉謙實實到不得了 嗯 不就是啊 校化了 嘻 微目春情蕩漾 好嬌修的 哎呀 死鬼 你為什麼現在才來呢 人家等得很心急了 這麼急做什麼 怎麼了 好癢嗎 找到青瓜子癢吧 跟著葉謙就順勢捏捏她的胸口 捏到人家有效化打了冷陣 不管三七二十一 她確實是春心萌凍 一路就打算拉扯葉謙的衣服 一路就控嘴過去打算親她 等一下 等一下 介紹個帥哥給你 嗯 校花打個凸 另一看 原來後面見到是周圓 微雨間很明顯更加躁動 哼 沒想到葉先生你 居然還好你美夜 不過反正我今天都是你的 你喜歡怎麼玩都行啊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 007 米少蝦 梁柏翹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九十集 不是我啊 我對你沒興趣的 喂 人家說等不及了快點 那 那校花有點意外了 葉謙不理 那五十萬沒著落的 雖然周圓是英俊 他也沒想到 但對於五十萬來講 英俊不重要的 葉先生 你不是開玩笑啊 哪有空跟你開玩笑 你以為我不知道馮國庫想想什麼嗎 你是SH二這麼久 都知道我葉謙的朵 要你敢玩東西 我要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不但老實跟你說 我們都出來走 你不想 讓我畫畫你的臉 就歸歸地合作 你看 這麼美女的後花 你說多兩塊啦 怎麼辦呢 袁仔 用心 說不然 這條片 可以變成種子讓人家下降 現在呢 完全是 出乎馮國庫的意料之外 對啦 真可憐啊 他所有攝影機都是瞄準了那張床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是 還可以出面阻止 但時到如今 他呢 很迫切地等葉謙中入自己的圈套 葉謙關門 就吸煙了 暗電話打給馮國庫 很快就聽到 隔離房電話響 然後笑一笑 他就收了線 沒多久 房裡邊就傳出 那個校花高曠的叫聲 葉謙都有點意外 啊 這傢伙真是挺猛的 房裡邊的馮國庫已經急不及待 他一直在等著那個男人出現 但是 就不斷見到 他情婦在那裡瘋狂扭動和歡叫 激傷他 你死校婆 怎麼會男媽 你把他臉上來 我又要拍他 葉謙食言之煙 接著就來到馮國庫的房間門口敲完門 然後 就令到馮國庫打個凸 他馬上脫下耳機 不然 那個螢幕的聲音傳出來 一開門見到 很驚訝 你 你為什麼在那裡 那房間的那個是誰 你說 現在跟你那個校花大戰那個 啊 我那些巴打來的 本來我想 自己來的 本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我巴打說青頭仔 想請教練 就讓他試試看 豈有此理啊 葉謙你耍我嗎 你有沒有想過 我隨時都要拿你命的 其實葉謙想不到會這樣 他打算計劃 是跟馮國庫過GD 然後才做事 但是 馮國庫似乎等不及了 竟然會給葉謙 以達到 他追到林柔柔的機會 沒辦法 那葉謙唯有見招賊招 沒理由 將自己 推到馮國庫的陷阱裡 這陷阱 這陷阱 誰遇上 馮國庫 作為華夏著名的餐飲大亨 都笨不是浪得虛名 可以在一個地方 混得風生水起 自然就有些本事 無論黑白兩道 都有點膠窄 他都不是吹水的 憑他現在的地位 想弄死一個人 真是不難 不過 他看錯葉謙了 葉謙不是他一個餐廳老闆 可以應付到 事實就是這樣 說馮國庫是餐飲大亨 但是在葉謙眼裡 他只不過是一個有少少錢的餐廳老闆 看著馮國庫激到這樣 葉謙就笑笑 唉 馮老闆 你說我怎麼說你好了 據我所知 你在SH市也有很多生意 你不去問一下朋友的嗎 我葉謙的朵 在SH市還未夠照 馮國庫 立刻眉頭一皺 在腦海當中不斷思索 葉謙說的話很明顯 即是說 他在SH市很出名 馬上打冷陣 就想起 是呀 是SH市 有勢力 又叫葉謙得個 擊敗SH三大企業的浩天集團的老闆 就是葉謙 你…你是浩天集團的老闆? 哼 你說呢 說你笨蛋 你也不相信 誰人都知道希望基金是浩天集團旗下的 你竟然… 你竟然… 把心思放在我女兒裡 你是不是嚴命長啊? 啊啊啊 是我有眼不識台山 葉先生你不要見過我 放過我吧 哼 馮老闆 你設這麼大的想法 那…如果我踩症 那現在就歪了 唉呀 那到時精神損失很大的 那…那…那葉先生 你想我怎麼賠 你說啊 我小弟我一定毫不猶豫 這麼大方 那我要你全副身高 啊…那…那…那… 這份呢就是財產轉移的文件 你簽個名字吧 我不會這麼絕的 我只是要你在SZ字的幾塊地 話說話 他在SZ字的幾塊地 都值好幾千萬的 當初開發商商在他那裡賣 他都沒有同意 現在竟然就這樣白白送給葉謙 當然心有不甘啦 但是… 相比起自己的命仔來講 幾千萬就確實是不值一提 留得一條命在那裡 幾千萬賺得回 況且…他的飲食生意 和全國各地買回來的房地產 他都偷背 那隻腳不用休的啦 嘩…別覺得我在那裡 敲你捉鋼喔 我想馮老闆你是聰明人 知道怎麼選的 錢沒了再找吧 命沒了就沒了的了 嘩…如果你的氣不順呢 離開這裡之後 出到去下次找我複雀吧 幫我提醒你 看清楚自己有什麼本事 如果你是聰明的 我們有機會合作 畢竟你都在GD那邊起家 我還需要… 借你的力量 大家… 街外錢隨便找吧 本作品由 《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麥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九十一集 法財這家東西 葉衣不稀罕 如果為錢 他現在都夠他揮火幾世了 他是為了浪牙而已 是為了幫浪牙 打一個堅實的基礎 就算到時候華夏那幫領導人 他們他們反了面 起碼都要有談判的籌碼 葉先生 如果你之後 有用得著我地方 絕管害上 小人一定會盡心盡力幫你 講完之後 毫不猶豫 在文件上簽名 有今天的地位 馮國富不是靠運氣 而是靠手段加 現在夠膽倒一波紅心 他很清楚 幾塊地是小事 如果真的可以 從此跟葉軒有合作關係 別說幾塊地 幾十塊地 幾億都可以找到 夠膽搏 通常是一個男人成功的關鍵 對葉軒來說 除了真正的兄弟親人 他從來不相信其他人 又連李濟天都不例外 葉軒堅信 世上 就根本沒有所謂的 中心還是中心 之所以 他們中心 是因為背叛自己的籌碼未夠 一個成功的人 是敢用君子 也要敢用小人 君子有君子的功用 小人有小人的用處 三九九流 只要用得對 就可以發揮巨大作用 所以葉軒他不擔心馮國庫會反他枱 都是互相利用的 只不過葉軒始終是站在上方位 可以拿著馮國庫春袋 當然了 現在還未至於 葉軒選擇馮國庫跟自己做事 自然想辦法要拿著他的名門 謝謝你馮老闆 相信今天之後 我們的關係已經有質疑飛揚 還有 我不希望今天的事傳出去 亦都不希望 有任何人討論你和我 要不然 曹老闆你剪起後果 我知道 知道 葉先生你放心 今天 如果這些事 有一點點風聲流出去 我自己 就來 以一死謝罪 那乾隆皇帝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他既能用君子 也能用小人 那老了為什麼會失敗 是因為他控制不到那些小人 葉軒也是 既能用君子 也能用小人 但是他就不會像乾隆皇帝那樣 最後控制不到小人 在華夏 一向都有地域騎士 地逃跑 那GD呢 就厲害 以前就是流放衝軍 南環之地 但是這幾十年 改革開放 大家都涌過去 所以三教九流人物眾多 最重要的就是 可能受到不同的思想 比較影響得嚴重 很多地方都會腐敗一點 那現在你說 華夏有三大危險之地 那GD呢 就是畏居其中 第二呢 就是京都和東北 因為這些地方 不是個個去到都可以 一遇風雲變化龍 很多內陸的 是混合得好的 去到這三個地方 都混合得淒慘粗粗粗 這三個地方 並不是野蠻無賴 而是藏虎鵝龍 隨便一個你看到他 嘩 真是打扮得很老套 不可能是一方大佬 或者是高官 不可以看少人 正所謂不是猛龍就不過江 葉軒既然過得去 必定會掀起一番風雨 去到隔壁房 葉軒呢 就剷了兩句話 怎樣啊 出完就走了 過夜啊 很快去 周圓就換好整齊的衣服 開門 而那個校花呢 就不依不扭抱著他 不要走了 今晚留下來陪我 過了 二少爺叫我 二少爺 你搞定嗎 很明顯 周圓他聰明 知道葉軒不是安排他來 跟校花 只是不簡單 肯定還有其他事 那葉軒很喜歡聰明人 喂 周圓 有沒有拼過油 有 出得來走 無論如何都要出來 打打殺殺的 喔 那有明才 跟著我 做什麼 想那麼久不上 不是 上當然上 不過 二少爺 我可以跟著你嗎 做人也有自信 如果連這樣的自信也沒有 怎麼做大事 怎樣 剛剛校花 有沒有興趣 刷就刷 都雞有雞味 雞就玩一下算 不適合自己的女兒 我會打電話給阿虎 以後 你在我身邊賺錢 努力 沒令我失望 是 二少爺放心 我絕對沒令你失望 這個時候葉軒電話響了 對面 就傳來了 斷斷續續的聲音 我 我 對你 住 敏老先生 發生什麼事 我 我 沒有 沒有 住 住 突然間 就收了 葉軒 心裡一涼 直覺告訴他 肯定出了事 都不敢遲疑 跟周緣交代了一聲 叫他自己打車回去 跟著開車趕去敏為民家 對於葉軒來說 血浪不單止是古董一件兵器 他代表的是吳滿峰對自己的一種情義 為了他 吳滿峰沒有了隻手 連自己的血浪都沒有了 怎麼對得住吳滿峰 葉軒他咬牙關 微雨間閃爍著濃濃的怨烈 如果有人看到葉軒現在的表情 肯定會嚇到打爛陣 即使面對這麼多敵人 葉軒都沒試過這樣 可想而知 現在葉軒是有多麼憤怒 去到敏為民家 一落車 他就聞到一股濃烈的血腥味 葉軒突然猜到 敏為民應該凶多吉少 於是他不敢有詞意 立刻衝進去 推開敏為民家的大門 看到敏為民和保姆 躲在血旁之中 早就已經斷了氣 本作品由 紅達以太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 007 米少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九十二集 葉軒沒有空的死心體 直接趕過去敏為民書房 推開書房的門 就看到敏為民放在桌上 電話放在一邊 葉軒走過去扶起敏為民 看到他的胸口插入八道 好心直接貫穿整個胸口 葉軒伸手 在敏為民的頸上摸摸動盟 斷了氣 不過看上去 不是斷你很久 如果沒有猜錯 應該是敏為民打電話之前 就被人殺了 他憑著最後一口氣 才堅持到打電話給葉軒 月浪並不是放在桌上 看到這樣 葉軒心裡已經有數 應該被人拿走了 葉軒不明白 到底是什麼人 安排這些事 到底是有預謀的 還是偶然間發現 如果是有預謀 那誰會知道自己和敏為民之間的協議 又誰知道 月浪竟然在敏為民這裡 誰又了解月浪的價值 按照這樣的計劃和推測 可能有人無意中撞到 按現在的環境來看 恐怕那個人應該都會敏為民 還挺熟 如果不是保母 不會這麼下巴輕輕就開門 而且敏為民 也不會輕易帶他進來書房 現在打算追 應該追不到 還有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追 唯有之後再想辦法 葉軒就用手機打電話給李浩 把這邊的情況簡單和他覆述了一次 李浩不敢遲疑 立刻帶人趕過來 葉軒也沒有走 只是走出了敏為民家 在外面吃煙 至於營精這方面 李浩當然是專業 現在葉軒就看看他 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很快點 警察聲就傳過來 幾名警察就已經在葉軒面前出現 李浩在後面都跟過來 見到葉軒馬上走過去就說 二哥沒事吧 我沒事 認證你才是專業的 現場你要認真查一下 我很想看看有沒有留下蛛絲馬精 煩走過必有線索 啊 二哥 你怎麼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 葉軒當然明白李浩不是審自己 所以他沒有生氣的 這麼簡單的說 就是 我想知道誰敢搶我的東西 我要他雞犬不靈 葉軒身上的這種殺意更加離譜 跟李浩一齊來的那幫警察 見到這樣都打過冷陣 他們沒見過葉軒 不了解葉軒什麼背景 但是聽到葉軒這樣說 看著他的表情 他們不懷疑葉軒說得出做得到 二哥 你回去休息一下 現場交給我 有什麼消息我叫你 嗯 辛苦了 好 先走了 李浩就看著葉軒開車走 唉 看怕又準備有一場聲風血雨 李浩跟葉軒從小玩到大 很了解他的性格 很胡短也很重感情 要不然 當初就不會為自己 得罪當地的一位黑社會頭目 而那把血狼 如果只是一把普通匕首 葉軒不會做什麼過火的事 但是那把血狼 是用吳滿峰一隻手臂換回來 對葉軒是意義非凡 局長呀 剛才那個男人是誰 都挺霸道 你剛才聽不到我叫二哥嗎 他就是葉軒 一桶SH是黑社會的人民 那些學警聽完之後 哇 立刻狗都縮賣 葉軒的名字聽得多了 做警察難免跟善人要有交集 雖然葉軒不算真的出來走鼓劃 但是在鼓劃界他也算是響當當 出來走鼓劃 如果沒有聽過葉軒的手臂 那你收得起了 不過說真的葉軒平時很低調 所以很多新入行的古惑仔不認識他 有時候聽到他親口介紹自己的名字 很多人都不會把他跟九五至尊一樣的高度相提並論 行了 別說那麼多了 跟我會查 雖然沒有必要 但是葉軒也打電話給剩下兩名的股東鑑定師 跟他說了這件事 如果不是他們一定以為自己要被殺人滅口 不會說有什麼事 葉軒又打電話給Jack 叫他認真查一下敏為敏的背景 以及他的社會關係圖 這件事不會一兩天就查到 葉軒唯有慢慢等 本來他打算去探查巡悅 再去GD那邊看看 但現在看這種情形 可能要遲些過去 接下來幾天 葉軒除了早上和傍晚接送葉林的小妹 上學放學 基本上都是回家 宋賢去了出差 吳滿風當然要跟上去 葉軒也沒有把這件事跟他說 主要是怕吳滿風擔心 如果他知道血浪被人搶了 我想立刻毫不猶豫趕回來 他對血浪的感情也很深 因為他送給葉軒 不可以被任何人搶走 正正因為這樣 就令葉軒反而可以過幾天安靜日子 雖然葉軒的心是平靜不到 但面對林柔柔和葉軒 葉軒也是盡量盡量 免得他們擔心 至於TW那邊暫時沒有什麼事 有青鋒、胡可、陳墨、梁彥彥 相信應該解決 況且有沒有什麼大事搞 都是日常的公司運營和資料搜集 本作品由鴻達 現在是正常的公司運營和資料搜集 在這裡的公司運營和資料搜集 總是正常的公司運營和資料搜集 本作品由於是在這裡的公司運營和資料搜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